多家中共媒体近期报道 中国首富梁稳根即将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也就是跨入了中共执政高层 这个消息引发各界关注 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位进入中共高层的私营企业家 对于中国首富进中央 民众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请看报道 梁稳根是中国三一集团董事长 总部设在湖南的三一集团公司高层 和湖南省委官员分别证实 中共中央组织部门日前已完成了对梁稳根的人事考察 如无意外 这位中国首富将在明年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 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 中共媒体说 最高层已决定在明年十月举行的党代会上 让梁稳根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如果当选 他将成为中共自1921年以来 出自私营经济界的第一位中央委员会成员 作为候补委员 梁稳根虽无投票权 但拥有晋升为正式委员的机会 现年55岁的梁稳根是重工业大亨 拥有三一重工业集团58%的股份 在美国著名财富杂志福布斯排名榜上 梁稳根以93亿美元的身价排名中国首富 中国首富进入中共高层 引发舆论热烈讨论 BBC驻北京记者认为 这是中共当局向商界做出的姿态 标志着中共对商界态度的巨大转变 但网友反驳说 抓一个首富当样板迷惑世界 中国的内在不自由经济并没有改变 这是在骗骗中国以外的世界人而已 署名大漠飘雪的文章认为 梁稳根将入中后委只不过是个姿态 他表示 无论从哪方面讲 都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或变化 现在只是表明 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进入最高决策层 还只是一个姿态而已 在中国互联网上 对梁稳根可能的晋升 有的观点说 中国需要对经济和企业表弱执掌的领导人 持相反意见的网民则认为 这是中共在招纳财富 还有网民认为 这是商业与权力的结合 是中国官商勾结的一个例证 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如果是一些官商勾结的一些人进来以后 这样那就会使中共进一步的走向 这种代表大官僚大资产阶级 代表官商的这种上层的这种结构 对老百姓来说就不是一个好事情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 中国首富晋升中央委员 是否表示中国将出现红色资本家从政的潮流 就要看中国亿万富豪到底是否受到权力的诱惑 那么这些人会遇到在德语诗之间 至少表面上做选择的风险 据说梁稳根出门喜欢或者坐9辆高级轿车之一 或者坐个人直升飞机 新唐人记者唐瑞 李静 肖宇采访报道